这是一段关于中国末代皇帝的故事 三分钟回顾他的一生 1906年 普怡出身于北京纯亲王府 1909年光绪病逝 慈禧立普怡为新皇帝 这位从三岁便开始登基的皇帝 从此开启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1911年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终结 普怡也在隆隆的炮声中宣告退位 1917年 中华民国成立五年 但社会矛盾与日俱增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甚至要比生活在大清王朝更加惨淡 军阀混战 人命在那个年代一文不值 前清江南提督张勋 见此情景带领着自己的变子军北上 宣布复辟大清王朝 普怡第二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随即加关进绝了一大批人 北京城一夜之间全部换成了黄龙旗 但这场违背历史潮流的复辟 仅维持了12天 便被北洋军队给镇压了下去 普怡第二次宣布退位 1922年 普怡大婚 迎娶了末代皇后婉容和皇妃文秀 民国政府拨款十万 作为红包表示祝贺 各地军阀也纷纷发来贺电 1924年 普怡被军阀陆中林赶出紫禁城 前往了淳亲王府 随后搬肩到天津前清已老的靖园 在天津靖园 普怡接见了许多前清已老 和各地有势力的军阀 他们口口声声对普怡说要复辟大清朝 并愿意为此积极奔走 普怡则经常赏赐这些人钱财 而这些人 拿到钱财之后便都凭空消失 普怡在此期间被骗取了大量钱财 1931年9月18日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 并迅速占领了东三省 为了更好地控制这片肥沃土地 日本人看中了普怡的特殊身份 提出可以帮普怡复辟大清王朝 而让他出任为满洲国的皇帝 1934年普怡在日本人的安排下 前往长春登基称帝 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登基 第三次成为皇帝 但这一次与前面两次不同 他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 1935年普怡第一次访问日本 访日期间皇后宛容和世卫李体育司通 并且生下一子 普怡得之后将孩子丢入窝辱 宛容受刺打击 此后一直沉迷于稀释鸦片 1940年 日本关东军为了在国际上 宣扬日满七善的假象 安排普怡第二次出访日本 普怡抵达日本后 日本方面给足了这位傀儡皇帝面子 日本以国礼相待 就连日本天皇都在普怡面前弯腰握手 画面中的日本天皇和中国末代皇帝同框 握手时的气质也低人异等 而普怡这一次访日和天皇的握手 也成了普怡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1945年日本战败 普怡被苏联红军抓获 1946年被当作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1950年 普怡被新中国苏毛旅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从此开启了他长达十年的改造生涯 1959年12月14日 普怡被特赦 特赦大会上普怡扑得老位纵横 因为从今日开始 他便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成为了一位新中国的公众 1967年 普怡患病逝世 这位一生风云变幻 历经坎坷的历史人物 至此退出历史的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